寻找就寻见,靠门就开门,我是Rose,石金霞,我们一起读圣经历代至上 今天我们来看历代至上第二章 第二章就开始讲以色列的家谱了 大家要注意,你看啊,他在历代至里面要讲到了雅各的时候 他都是说以色列,偶尔只在一些特殊的时候会说雅各 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这个名字是上帝在拣选了雅各之后给他起的名字 这代表了一种拣选 以色列的儿子是流变,西米安,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大,约瑟,便亚敏,拿佛塔利 加德,加德,亚瑟 我们看,在讲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十二个儿子的时候啊 大家注意到没有啊 他其实不是按照,不是完全按照他们的这个出生的这个先后的这个从长到幼的这个次序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流变,西米安,利未,犹大 这个是那个大哥二哥三哥四哥,是吧 但是我们大家很清楚都知道啊 约瑟和变亚敏是最小的两个,对不对 可是呢,他却把约瑟和变亚敏放在了中间 啊,所以说他在这种啊 就是技术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在突出 在突出谁啊 在突出这个约瑟和变亚敏 啊,他因为约瑟是什么 这个是作为第二,倒数第二,倒数第二小的啊 这个这个儿子,是吧 他实际上是被以色列呢 把他拣选作为了长子的名分给了他 对吧 而变亚敏呢 他是和约瑟是一母所生的呀 都是拉姐所生的嘛 那么变亚敏呢 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民族的第一个国王 扫罗,他就是变亚敏之派的 对不对 扫罗是变亚敏之派的呀 那么这样呢 就把约瑟和变亚敏放在了中间 那有人说,那为什么不干脆把约瑟和变亚敏放到前面去呢 是吧 嗯 因为他就要表现出了 我觉得啊,一方面有长幼 是吧 另一方面啊,又有呢 不同的这个拣选啊 他讲了这个以色列的儿子啊 这十二个儿子之后呢 他就单刀直入就开始讲了 犹大的儿子 啊,对 就把其他的就先放一边了 是吧 然后就开始讲犹大的儿子 为什么 因为犹大是被拣选为君王是从犹大所出的 是吧 哎,我们这个大卫呀 是吧 哎,然后呢 到新约的这个耶稣基督啊 都是犹大的后裔啊 那君王是从犹大而出的 犹大的儿子是尔 儿、儿、男、士、拉 这三人是迦南人舒亚女儿所生的 犹大他娶的妻子是迦南人啊 犹大的长子儿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 耶和华就是他死了 犹大的儿父他妈给犹大生法勒斯和谢拉 犹大共有五个儿子 就是儿、儿、男、士、拉 还有法勒斯和谢拉 这个我们前面读创世纪 我想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吧 是吧 因为儿死了 然后儿的这个妻子啊 他妈就呢 由俄男 是吧 按当时的这个俗城 这个这个这个风俗啊 这个由俄男他的弟弟啊 来要给儿留后 是吧 但是俄男不肯 是吧 哎于是呢上帝呢就让儿男也死了 哎 然后犹大呢 就 他其实很了解自己的儿子什么得心 是吧 所以他就不敢让自己的这个第三个儿子 斯拉再娶他妈 然后他就跟他妈说 哎 斯拉还小 等他长大了啊 我再让他娶你 你现在先回你的娘家 是吧 结果呢 后来斯拉长大了 他也不提不话了 是吧 哎 然后他妈呢 就 化妆成啊 这个妓女 是吧 哎 然后呢 和犹大啊 生了 这个法勒斯和谢拉 是一对双胞胎 应该大家就应该还记得吧 如果不记得了 去双世纪 这个复习一下啊 啊 那么 这就是犹大的五个儿子啊 然后呢 犹大的这个五个儿子里边呢 啊 神也有拣选 拣选的是谁呢 拣选的就是法勒斯啊 法勒斯的儿子是西斯伦哈姆勒 谢拉的儿子是辛利 以探 希曼 贾戈 大拉 共五人 加米的儿子 是雅干 这雅干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 连累了以色列人 以探的儿子 是雅撒利亚 西斯伦所生的 儿子是 耶拉灭 兰 基禄拜 兰 生雅米拿达 雅米拿达生拿顺 拿顺 做犹大人的首领 拿顺 生撒门 撒门 生波阿斯 波阿斯 生俄贝德 俄贝德 生耶西 耶西 生长子 以利亚 次子 雅米拿达 三子 士米亚 士米亚就是沙玛 四子 拿坦叶 五子 拉代 六子 阿仙 七子 大卫 他们的姐妹是 西鲁亚和 雅比盖 然后这样我们一看啊 就就一下子就讲到这个大卫了 是吧 然后呢 你会发现啊 他在讲犹大的啊 这个 法勒斯和谢拉 这一对双胞胎 这两个儿子的时候啊 他实际上是先讲了一下谢拉 是吧 因为呢 谢拉不是被拣选的嘛 所以就先讲一下谢拉 然后讲谢拉的里边呢 特别呢 提到了雅干 特别提到了雅干 那么这个雅干 在当面的误上犯了罪 连累了以色列人呢 这个就是在那个约书亚记里啊 大家应该还记得吧 不记得去耶稣亚记呢 去复习一下 是吧 那么就是 然后呢 就是讲了这个 法勒斯的儿子啊 这个西斯伦 那么也就是很明显的是 法勒斯的这个儿子里边 神呢 就是拣选了这个西斯伦 然后就从西斯伦 然后就 西斯伦的儿子里边呢 很明显神呢 是拣选了这个蓝 是吧 哎 然后蓝 生雅米拿达 雅米拿达生拿顺啊 拿顺做这个犹大人的首领 拿顺生撒门 撒门生波阿斯 那就这个大家后边 这个大家要注意 就是他们其实不一定 就生了一个儿子 而是就是说啊 他那个种子里边 接下来这个就是说 拣选的是谁 这样一直就到了这个大卫啊 那么特别在这里还呢 记录了大卫他们的姐妹啊 就是大卫的两个姐姐 西鲁亚和雅比该啊 因为他们的儿子啊 我们前面撒末尔记上下的时候啊 都还有印象啊 应该还有印象吧 这里呢 特别大家要注意几个人啊 像拿达 是吧 哎 不是不是拿达啊 像拿顺 是吧 拿顺做犹大人的首领 是吧 拿顺的妹夫 其实就是亚伦啊 亚伦摩西的哥哥呀 是吧 哎 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大祭司嘛 然后拿顺呢 就是生了撒门 是吧 撒门的妻子是谁呢 撒门的妻子 其实呢 就是耶利哥城的那个妓女喇和 大家还记得那个妓女喇和吧 是吧 啊 然后 波拿 波阿斯啊 生俄贝德 是吧 波阿斯的妻子是谁呀 从谁生的俄贝德 大家应该还记得吧 哎 摩押女子路德 路德纪应该还有印象啊 所以在这里 你就可以看到啊 就是这个神呢 他对外邦人啊 啊 外邦女子啊 比如说 妓女喇和摩押女子路德 是吧 哎 不但呢 就是有这种厚爱 是吧 而且呢 呃 就是呢 拣选他们所生的儿子 啊 所以说呢 呃 这个如果说啊 就是 我们不要看旧约 是吧 旧约呢 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 跟我们没关系 是吧 不是的啊 我们在旧约里边 就是不断的看到神 对外邦人 啊 不管是外邦的女子 还是外邦的男子 啊 就是呢 这种 厚爱 这种拣选 啊 这种使用 啊 西鲁亚的儿子 是亚比塞 约亚 亚哈西 亚哈 亚撒黑 共三人 大家都应该还有印象啊 亚比该 生亚马萨 亚马萨的父亲 是以什玛利人 一帖 你看 是不是 也拣选啊 这个男人 以什玛利人 他也不是以色列人呀 这个所谓的外邦人 是就从以色列的角度 凡是不是以色列 这个十二个支派的 这个啊 就之外的 就都属于外邦人啊 那么以什玛利 以什玛利人一帖 你看 西斯伦的儿子 迦勒 娶 娶阿苏巴 和耶略为妻 阿苏巴的儿子 是耶社 硕霸 亚敦 阿苏巴死了 迦勒 又娶 以法他 生了 护尔 护尔 生 乌利 乌利 生 比萨列 西斯伦 正六十岁 娶了激烈父亲 玛吉的女儿 与他同房 玛吉的女儿 生了西哥 西哥 生雅尔 雅尔 在激烈地 有二十三个成义 后来 激树人和亚兰人 夺了雅尔的成义 并基纳 并基纳和其他乡 和其乡村 共六十个 这都是激烈父亲 玛吉之子的 西斯伦 在迦勒 以法他死后 他的妻 雅比亚 给他生了 雅师户 雅师户 是提格亚的父亲 西斯伦的长子 耶拉密 生长子兰 又生 布拿 阿连 阿仙 雅西亚 耶拉密又娶一妻 名叫雅他拉 是阿南的母亲 耶拉密长子 兰的儿子 是马斯 雅敏 以杰 阿南的儿子 是沙玛 雅大 沙玛的儿子 是拿达 雅比树 雅比树的妻 名叫雅比该 雅比该给他 生了雅伴和摩利 拿达的儿子 是西列 雅变 西列死了 没有儿子 雅变的儿子 是以氏 以氏的儿子 是世山 世山的儿子 是雅来 沙玛兄弟 雅大的儿子 是一帖 约拿丹 一帖死了 没有儿子 这个 大家要注意啊 他经常是会有一些 虫名啊 所以比如说像这里边的 一帖 是吧 就两个一帖 约拿丹 是吧 哎呀 这是哪个 约拿丹呢 是吧 你要注意啊 他一般讲到的时候啊 他都会讲到 他们的 这个父亲是谁 是吧 所以呢 这有用来来区分他们不同的身份啊 包括里边的什么拿达 是吧 他也不是这个亚伦的那个儿子拿达啊 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 包括你看 这个雅比该 是吧 雅比树的妻 这个雅比该 和大卫的姐姐 那个雅比该 是吧 这是两个雅比该啊 这个是大家要注意啊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经常会有这个重名啊 重名的啊 呃 所以他一般情况下都会提到一些人的话啊 特别的一些人他会标出来啊 他是谁的儿子啊 就比如说你像 提到以色列北国的时候说耶罗伯安 是吧 就会说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 是吧 因为后边还有别的耶罗伯安 那么在这里呢 要特别注意啊 这里提到的这些人名啊 其实呢 他后来也都很多就变成了地名啊 你想什么西哥啊 雅尔啊 是吧 西斯伦啊 是吧 很多就都后来都变成了地名啊 那么这个护尔啊 这个护尔说 迦勒曲以法他生了护尔 是吧 护尔呢 应该就是当初 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 与亚马利人征战的时候 和亚伦一起扶着摩西的手臂的 那个护尔啊 这个护尔呢 在犹太人的历史书里面记载呢 就说他是米利安的丈夫啊 那么这里还提到了一个呢 就是啊 基数的那个马加 是吧 这个马基数 提到了这个基数人 是吧 基数人和亚兰人 夺了雅尔的诚意 是吧 那么这都是基列父亲 马基之子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基数人啊 大家应该有印象啊 基数王的女儿马加 就是呢 生跟大卫生的鸭沙龙 那这些应该都都是 哎呀 那印象蛮深的 是不是 那 这里面呢 就是谈到的 这些人名啊 他为什么后来变成地名啊 就是因为 以色列他入了迦南之后啊 他不是要分产业吗 是吧 分产业的第一 第一代进入迦南 分产业的那些人啊 那么所分到的那些地啊 然后呢 就以他们的名字啊 来命名 那么在 这个 历代志里为什么要特别的来讲述这些呢 因为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历代志实际上呢 在当时是写给那些 已经呢 被掳巴比伦啊 在巴比伦渡过了七十年 然后呢 又回到 又回到这个 呃 他们的雇国 雇员 呃 那么给这些人啊 那么也就是说让他们看啊 这是啊 哪个城 哪个城 是吧 是我们的那个那个 那个当时得地为业的那个祖先是谁 是谁 是谁啊 就是不要忘记这些啊 约拿丹的儿子是比勒 萨萨 这都是耶拉灭的子孙 世山没有儿子 只有女儿 世山有一个仆人 名叫耶哈 是埃及人 世山将女儿给了仆人耶哈为妻 给他生了亚太 亚太生拿丹 拿丹生萨波 萨波生以弗拉 以弗拉生俄贝德 俄贝德生耶护 耶护生亚撒利亚 亚撒利亚生西斯利 西斯利生以利亚萨 以利亚萨生西斯玛 西斯玛生沙龙 沙龙生耶加米亚 耶加米亚生以利沙玛 耶拉灭兄弟 迦勒的长子米莎 是西福之祖 玛丽莎的儿子是西伯伦之祖 西伯伦的儿子是可拉 塔普亚 利肯 士玛 士玛生拉罕 是约干之祖 利肯生沙玛 沙玛的儿子是马云 马云是伯素之祖 迦勒的妾 以法生哈兰 摩萨 加谢 哈兰生加谢 雅代的儿子 是利剑 约坦 基山 毗利 以法 沙亚佛 迦勒的妾 马家 生士别 特哈拿 又生 迈马拿之祖 沙亚佛 摩比拿 和基比亚之祖 是法 迦勒的女儿 是压撒 哎呀 这些地方啊 有的人说 开晕掉了 是吧 晕掉就晕掉 那简单的讲一下 那么你看这里有一个啊 就是说你看啊 他说世山没有儿子 是吧 只有女儿 然后呢 世山把女儿嫁给了他的仆人 埃及人 耶哈 是吧 生的孩子 他也是把他记载在这个家谱里了 所以说上帝呢 他在对外邦人拣选的时候啊 男人也好 女人也好 神都会拣选的 这里还要特别注意这个俄贝德啊 这个俄贝德跟前面那个啊 这个这个 前边的 哎呀 前边的那个那个那个俄贝德啊 就是 哎呀我突然忘了他名字了 就是就是路德的啊 路德的那个丈夫是吧 所生的那个那个俄贝德是吧 这不是一个俄贝德啊 也就是说 这这个不是那个 不是大卫的爷爷俄贝德啊 俄贝德圣耶西嘛 是吧 哎 这个不是一个啊 这个 哦对 波阿斯 想起来啊 这个俄贝德不是波阿斯的儿子啊 所以你看他就是以弗拉生俄贝德啊 就是你要以此来区分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大家要特别注意他 也就是讲到了这个西波伦之族 是吧 还有呢 这个讲到了西佛之族 是吧 然后呢 还讲到了这个啊 这个士马 是吧 约干之族等等 其实这些地方呢 很有意思 这些地名啊 我们说西波伦 西波伦这个地方啊 是亚伯拉罕以萨雅各 曾经在这里居住 后来死后又埋葬在这里 对吧 西波伦对于以色列人是非常重要的 也可以说是一个圣地啊 大魏也是在西波伦登基的 啊 而后来呢 亚沙龙叛乱的时候 也是在西波伦 是吧 所以西波伦这个地方 对于以色列人来讲 真是意义深重啊 而西佛 大家想一想 当时大魏逃亡的时候 西佛人曾经出卖过大魏 是吧 而马云呢 那马云啊 在大魏啊 这个 西佛人出卖大魏的时候 是大魏为了躲避扫罗 是吧 而马云人拿巴 大家还有印象吗 是在亚沙龙叛乱之后 大魏逃出耶路撒冷 逃亡的路上 是吧 马云人拿巴 辱马大魏 对不对 这个 这个很有意思啊 是吧 这个非常有意思啊 然后在这里他还特别提出来一个啊 摩比纳和基比亚之族是法 基比亚 是吧 基比亚 基比亚是什么地方啊 基比亚不就是扫罗的老家吗 不就是扫罗这个那个首都吗 是吧 所以你看他这些地方啊 所举出来的这些人名啊 地名啊 是吧 哎 这个都是有别有意涵的啊 迦勒的子孙 就是以法他的长子 护尔的儿子 记在下面 基列耶林之祖 朔巴 伯利恒之祖 撒马 伯 迦德之祖 哈勒 基列耶林之祖 朔巴的子孙是哈罗尔和一半 米努哈人 米努哈人 就是马拿哈人 基列耶林的诸族是以天人 布特人 舒马人 密来人 又从这些族中生出索拉人 和以识陶人来 萨玛的子孙是伯利恒人 尼托法人 雅他律 伯 约亚人 一半马拿哈人 索利人 和驻雅比斯众文士家的特拉人 以识亚人 苏甲人 这都是基尼人 利甲家之祖哈勒所生的 这一波 有人可能说又晕掉了 是吧 其实这一波里边呢 讲的这些人呢 都挺 都挺重要的啊 这些人名也是地名啊 以伯利恒 以法他 我们读圣经读多了之后啊 你就会看到经常会说到伯利恒的以法他 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那么然后激烈耶铃 大家会看到多次 这边里面多次讲激烈耶铃 激烈耶铃 激烈耶铃不就是后来那个约贵 那这个约贵不是后来失掉了吗 是吧 失掉了之后不是就是以这个约贵所在的地方 激烈耶铃吗 是吧 然后呢 提到的这个什么啊 说这都是激烈人利甲之族 哈末所生的 是吧 激烈人利甲族是是什么人呢 想想创世纪里边 是吧 这就是摩西的那个岳父啊 是吧 米甸人呢 他们的后裔啊 他们和这个以色列人 可以说是渊源很深呢 是吧 所以你看这些地方啊 都是非常重要的人名 括号地名啊 对于当时贝鲁归回的以色列人来说 让他们看一看 我们从哪里来 是吧 然后呢 就可以思考 我们要到哪里去 你看看你从哪里来 你就能够感受到上帝对他们的拣选 是吧 那么于是呢 就是在这种贝鲁归回重建家园的时候 你也就应该知道你要到哪里去 所以这一部分呢 第二章就是讲了以色列的家谱啊 以色列的儿子 犹大的儿子 犹大的后裔 那么大家想一想 接下来第三章又要讲谁的家谱了 对就要讲大胃的家谱了啊 OK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 因为我这些天呢 这个咽喉咽啊 这个还没有好啊 所以呢我现在就是 两个频道嘛 一个大频道 还有这个小频道呢 我就是保证呢 每天更新一个啊 这样就是每天做两个节目啊 大概要两个小时左右啊 就是我不能说话说太多啊 所以说这个读经的这个更新呢 基本上就是每两天更新一次啊 然后呢这个英语整本书阅读啊 The Last Lecture暂停更 然后呢就是英文读经版本比较 KGVNV现在也是每两天更新一次 这个没有停啊 就是保证我这个两个读经的都不停 然后呢整本书学英文的暂停一下 等我的咽喉恢复了啊 然后呢这个再继续更新那个啊 正好啊前面也有很多人跟不上了嘛 是吧 然后呢也可以呢 就是赶紧跟跟追追 是吧 完了之后呢就是 已经跟了的呢可以呢复习复习 我每天我自己那个学英语的 那些节目我也会自己听一听复习复习 OK欢迎大家点赞评论转发 把我的节目推荐给更多的人啊 也欢迎大家PayPal赞赏我啊 让我去买点烟烟片金嗓子猴宝吧 感谢大家 哈利路亚